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一位少年离家踏上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 七年的艰苦岁月 他和乡亲们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临走的那一刻早上一起来 推开门外面都站满了乡亲 但是都没有吵我 我这个因为在里面睡觉静静的等 反正我那一次是哭了 为了他们 年轻的习近平在心中立下一个诺言 几十年来从未动摇 我们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刻尽职守 勤勉工作 绝不辜负党和人民中托 为了不负中托 十年来 不论事情有多难 习近平始终不曾后退一步 说到做到 2012年 他首次当选总书记之时 许多矛盾问题突出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 习近平就针对党内作风问题 推动出台中央八项规定 说到的就要做到 承诺的就要兑现 中央政治局统治 从我本人做起 以身作则 可以追溯到他在地方工作室 一次下乡调研途中 习近平一行人的车陷入泥泞 村民见是当官的 不仅不帮忙 还骂骂咧咧绕行而去 这次经历 给了他很大的触动 担任县委书记后 习近平专门针对干部作风 提出六项规定 习书记转门给十大板子 写了一封信 要求领导同志率先吹饭 办公室就是他的卧室 路子上都是销布定 他在连家河到正顶 都是这条路 下乡会出于调研 我们两个都是骑自行吃 过河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扛着自行吃 汤水过河 从正顶六项规定 到中央八项规定 习近平从严治党的态度 始终如一 他身体力行 率先锤饭 八项规定 深刻改变了中国 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 对严惩 党内腐败 习近平 态度坚决 面对难题 他也不是没有掂量过 但他认准了人民的期待 人民群众最痛恨 腐败现象 我们就必须坚定对移 反对腐败 董书记指出 无论什么人 无论其职务多高 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 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一场反腐中后 席捐整个中国 做到有案必查 有处必成 让腐败分子在港内 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消除贫困 是习近平面临的 另一个紧迫问题 他上任时 中国还有近一亿贫困人口 上任仅一个多月 习近平就踏雪 来到太行山深处的 特困村 家里几个人呢 有个人 有个人 不会拍的 我呀 我会 试试吧 七年的知情经理 让习近平懂得 身处贫困的艰难 他决心 让中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 并为之划定了 严格的时间线 到2020年 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一诺千金 我并不记得 我并不记得任何其他国家 在世界上 愿意 在这种情况下 扶贫的路 布满坎坷 几十年的坚持并不容易 1989年 36岁的习近平 刚调到宁德工作不久 那天开场去干不费 这下党乡的书记 他站出来说 哎呀 新书记 我这个书记担不下去 就一条裤子 扶起 轮换床 这是困难的 这个腾住 新书记站起来 他说 老杨你等着 我过几天一定去看 我们下党 这个这么贫僻 路这么难走 我们还认为书记 不会来的 但没想到 过了二十多年 他来了 真的来了 下党乡啊 那我去的时候 都把那个病人 那真是披荆斩击 把那个设定 前面的相当的 所以拿着柴刀 拿着砍 大概走了五块八个小时 回到环境都九点多了 把那个鞋子脱开来 脚子脚底都抹出血泡 在宁德工作的一年多 习近平跑遍了当地 124个乡镇中的123个 担任总书记后 习近平走遍了全国14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就让我想 这样的村到底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办 他提出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调队 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总攻令 2015年 一场史上最高规格扶贫工作会 在北京召开 中西部22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 向中阳签署了证书 总书记在会上拿了一本 说这就是军林状 大高 大高 别人都管你 万不能打这 老板 反正这个程度 第一线 大胆 啊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环境污染问题一度凸显 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 已经达到了52年来的一个最高值 以波及25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 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艾佩克兰 美好而短暂 过了这一阵就没了 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幸的努力 艾佩克兰能够保持下去 执念问题和疑虑 习近平决心还老百姓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北京遭遇严重雾霾之际 习近平曾顶着雾霾 一边调研 一边思考应对之策 总书记在会上说 把PM2.5的控制指标 列入阅速性指标 增加环境保护 在各级党政领导考核的权重 习总书记特别讲 要建立终身追究制 把环境保护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 中国打响蓝天保卫战 雾霾的背后 是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难题 对此习近平有着长期的思考 习近平始终秉持这一理念 他推动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我们不能吃主公饭 断子孙入 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 十年来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2020年初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武汉卷入疫情漩涡 关闭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一个城市 天大的事情 这是谁能做这个决定的 面对千军重压 习近平也不能美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武汉加油 总书记非常关心重症为重症的救治 关心这个费用 不要因为新冠肺炎给老百姓造成负担 从刚出生的婴儿到100岁的老人都要全力救治 病毒一直在不断地变异 中国始终秉承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这一基本的理念 充分表明 人民二次 在重塑进心目中的分量 一直以来 习近平素页在宫勤勉工作 只为践行对人民许下的每一个诺言 中国人说话 中国共产党说话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 中国共产党说话 中国共产党主族 中国共产党的表演 这是第一执行 那是一执行的 这是一执行的 这执行啊 不错了 好执行啊 为人民谋幸福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也是百年大党 渐行使命 对线承诺的 不解动力 从小小山村的支部书记 到党的总书记 从十八大到现在的十多年间 一路走来 习近平始终记得 离开梁家河时许下的那个诺言 那个时候我就说 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 我要从政策 做一些为老百姓啊 办好事的工作 时代呼唤人 人民期待人 唯有始至不语 赌行不代 方能不复时代 不复人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中国共产党人 带着新的承诺 再出发 打赏码